日本共同社,2月19日报道,在被日军空袭77周年之际,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举行了悼念仪式。 道场出席的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志此时表示,二战时,这里是澳大利亚遇难者最多的地方。 如今此地和这里的人们,则是和平的象征。 仪式在位于达尔文市中心的战末者纪念碑周边举行。 日本驻澳大使高桥李一郎,及当地交流团体北领地澳日协会成员,原日军士兵遗署,也出席了仪式。 在空袭开始的上午9点58分,当地冥想警报,并举行了枪炮对海兰劫实演。 出席者表情严肃地观看,北领地澳日协会会长收尤·梅子表示,不知道战争的人越来越多,再次感受到告诉人们,当年这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不分日澳坚持到念战末者是十分重要的。 据报道,在二战期间,设有盟军方面居地的达尔文,于1942年2月19日,受到日军空袭,造成240多人死亡。 此处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他国军队攻击的地方,之后还对该港进行了数十次空袭。 屈腾飞,环球网军事2月19日报道,据俄罗斯坦斯社2月18日报道,在正在阿联酋举行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俄罗斯国家技术进出口公司首席执行官谢梅佐夫表示, 俄罗斯将很快向中国供应一批S400导弹,已替换一年前,在英吉利海峡运输途中,遭遇风暴受损的S400导弹产品。 谢梅佐夫说,中俄双方很早就已经签署协议,这批S400防空系统原本应该早已到货,但装在导弹的货船遭遇风暴,导致导弹受损。 他说,我们不得不将这些损坏的导弹销毁,并用新的导弹进行替换。 根据之前的报道,2018年1月,俄罗斯派出三艘货船,向中国运送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 但俄方随后宣布,运输导弹的船队,在英吉利海峡,遭遇了风暴袭击,导致部分导弹设备损坏。 其中一艘运输船,被迫返回俄罗斯,被货物进行检查。 另外,两艘运输船在去年4月初抵达中国。 报道称,中俄在2014年,签署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采购合同。 2015年,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顾问弗拉迪尼尔科金,表示合同已经进入旅行阶段。 2016年,俄技术出口公司总裁切梅佐夫,透露发货日期将在2018年。 中国成为该防空系统的首个外国用户。 F400防空导弹系统,堪称是目前国际军火市场上,最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日前表示, 除了中国、土耳其和印度之外,还有大约10个国家,期待获得S400系统。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11月15日上午,中央军民融合办,举办军民融合发展总体情况第三方评估成果报告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重要论述。 传达学习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和全国军民融合发展工作座谈会精神。 研讨交流军民融合发展总体情况第三方评估成果。 会上,军事科学院介绍了军民融合发展第三方评估综合报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介绍了军民融合发展重要领域,重大项目第三方评估报告。 参与评估的军地有关专家和代表畅谈工作体会,交流认识收获,发表意见建议。 通过这次评估,全面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创新实践成果。 整体反映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以来,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工作成效。 系统梳理了现阶段,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 有效探索了依托军地专业评估机构,联合开展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模式。 为启动展开军民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论证工作奠定了基础。 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评估是一次宣讲式的春耕播种,全景式的底数盘点,会诊式的精准把脉,起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容效果。 对于提高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科学化水平,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悬而未决的叙利亚局势,又出现新的变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月12日,向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下达战书,称土耳其军队将在数日内进军诱发拉底河东案。 把该地区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手中解救出来,美国对此很快作出回应。 表示当前助续美军也在这片区域活动,不能接受土耳其的单边行动。 土耳其在续北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引发两国新一轮战略博弈,剑制库尔德武装。 在埃尔多安发出战争号令后,土耳其军队迅速向土耳边境集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大量坦克、装甲车、榴弹炮等重型武器正运往土东南部的基利斯省、哈塔伊省边境地区进行部署。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发言人表示,包括叙利亚自由军旗下的哈姆扎军团和阿勒泊一带活跃的苏丹穆拉德征服军在内的一、五万名武装人员, 也将参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土军方称,土耳其将铲除盘踞在旭北的恐怖组织成员,打击国家分裂势力。 土耳其口中的恐怖组织,是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认为,是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及其政治分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从土境内的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5年,以人民保护部队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成立。 在旭北部和东部,夺取极端组织占据的大量地盘。 坐拥戴尔祖尔油气田,和产粮省哈塞克,控制近四分之一的叙利亚国土。 组建政治实体,被叙利亚罗贾瓦联邦。 目前,叙利亚民主军,正加速对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的倾角。 于本月十四日,宣布控制了极端组织的重要据典哈金镇。 土耳其担忧库尔德武装做大做强对土境内的库尔德人,形成示范效应,严重影响土国内政治稳定和安全。 为解决心头之患,土耳其曾两次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 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土耳其发起代号为诱发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 以打击极端组织的名义,压缩库尔德武装的势力范围。 在旭境内获得2000多公里的缓冲区,基本控制巴布地区,削弱了库尔德武装的影响。 2018年1月到2018年3月,土耳其对阿富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对人民保护部队进行直接军事大击,将库尔德武装驱逐出阿富林地区。 目前,土耳其已将控制线向东推进到曼比纪,并从北部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卡米什利和哈赛克渗透。 美土道而不破,针对土耳其此次臣兵的意图。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是在政治上对美施压,敦促美方旅行先前两国达成的协议。 今年6月,土耳其达成曼比纪录线图,规定人民保护部队撤出曼比纪。 土耳其军队继而在该地进行联合巡逻,最终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 11月,土耳其要求该协议,应在2018年年底前得到充分执行。 时至今日,该路线图并未取得实质进展。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透露了对美国拖延战术的不满。 但同时两国仍保持着密切沟通,都表示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和协调。 综上,土耳其更多会将军事行动,保持在低烈度层面。 大规模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的可能性不大。 网语,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7,531,美国下围一周有机会,将法定吸烟年龄提高到100岁。 令大部分民众不能抽烟。 чем它可以。 打击库尔德武装摄音。 Yes,随对于封阻高 Um产孔。 大碼 dean同时一周有机会将展手提高も好了。 小伙众不能转的话, пожалуйста, Alison大ól Tip language withando吾马赴 무冬装 requiring 2装使用。 感谢观看